葱很香 面皮很酥 宜兰三星葱做成的葱油饼 在油锅里香气十足 比大人手指还尝许多的葱白 是三星葱的特色之一 三星香拥有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来自南洋溪水源头的水 孕育了三星葱 农民为了让葱白多一点 会把土壤加高 铺上厚厚的稻草来保湿 成了当地特有的稻草重葱法 三星葱一年可采收四次 不过今年夏天气温高 又热又湿的环境 让害虫大量繁殖 农民表示 害虫都可能产生了抗药性 目前只能人工徒手除虫 减少损失 现在收割了起了 它开始突发猛进的那个侵犯 那个葱田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要尽量让它降低降低降低它的素养 所以我们希望说有更好的那个方法来预制我们这个葱 葱 它这个是田菜叶儿 基本上的话我们是一年种葱 那第二年的话我们会去种稻米 然后会淹水 让它就是土壤里面的一些病虫 靠着稻米的那个淹水的部分 让它消除一些 三星乡农民用隔年种到的方式来轮作 维持地利的同时也减轻病虫害 但今年虫害让他们束手无策 希望农改厂能够协助找到虫害的真正原因和除虫方法 新唐雅特电视 廖立芬 台湾宜兰报导